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安 今天呢我們來到了新北的汐止 現在呢我是在星台5的旁邊 那麼這台車呢是我剛拿到 從阿松車業取出來的KTM的390 ADV 在上一次青澤提倫咖啡 我體驗到了KTM他們幾台車的 一個享受魅力之後呢 對於這台390 ADV 其實我也是相當有興趣 但是當時很可惜我沒有體驗到這台車 因此最近我寫信給安東 問他們能不能出借這台車 那麼安東的公關部門呢 也很阿沙利的就是馬上幫我聯絡了 在汐止的阿松車業 就是上一次舉辦青澤提倫咖啡 帶一場試乘會的車業呢 出借這台車給我 那麼在這邊呢也很謝謝阿松車業 就是大方出借這台車 然後呢順帶一提這台車啊 也是阿松車業他們有在做一個出租 跟試乘的車款 如果說你對KTM的車子有興趣 然後呢你想長時間體驗的話呢 可以去聯繫阿松車業 這台車呢平常就是他們的電車 所以說要去出租 要長期試駕都可以去跟他們洽詢 去跟他們洽談 這台車今天很特別就是 除了安東他們幫我商界之外阿 其餘的流程 我都是照一般出租的一個流程來走 所以說這台車阿 我又幫他加買保險 這也是對我一個很大的保障 也是我第一次試車試的比較安心的一次 好那現在呢我們就準備開始 我們才體驗這一台很漂亮很特別 造型很奇特的390 ADV 今天我會跟大家做一個反向式的試乘 以往呢我都是先從外觀的介紹 然後再做深度的體驗 今天我們來反過來 因為呢我現在都已經位處在這個 新台五路台北新北的交界處了 那等一下呢我們就直接先來試 它的一個市區狀況跟高價的狀況 接著我們今天把外觀放在最後來講 OK那廢話不多說我們上路吧 現在呢我們騎乘上路 首先呢我們第一個要來體驗的呢 就是這台390 ADV 它在市區騎乘的一個表現 其實啊剛剛我從阿松車業把車給取出之後 我第一個發現了就是 這台車它的龍頭的轉向啊 好輕鬆好輕巧 這可能是因為它是採用一個寬把的 所以再加上全車輕量化有成 因此呢在市區騎乘啊 基本上你的龍頭轉達起來 根本不像是370 我甚至可以跟大家講啊 這個轉向的感覺 跟我之前騎小魯真的是差沒有多少 然後呢 當我看到這兩個旋鈕 這一次390 ADV的配備 真的是多到滿出來 除了它有電子油門 還有滑動式離合器 那麼ABS 而且是可調的ABS 循跡系統之外呢 它的前後懸吊都是可調的 它前面呢它的整個深壓側都是可調 那後面呢 預載阻尼也都是可調的 因此這台車 基本上啊 它在整個規格配備上面 給你的都已經是外面 你可能一般車款要去改的 所以說這台車它的整個電控啊 跟配備真的是多到滿出來 390的這台引擎啊 其實我跟它交涉過滿多次的 從最一開始的390 Duke 然後呢到RC390 我都接觸過 並且呢接觸過不只一次 那麼在接觸過這台390 ADV之後呢 390的引擎家族啊 基本上它的衍生車款 我算是一個大全道的體驗過了 另外呢 這台車它的整個自動表現啊 它的剎車配備是採用 By Brambo的一個子品牌 那它的整個對視卡前的煞車力道也是相當線性 整台車它的整體啊 在市區騎起來基本上很輕鬆 我覺得在市區你唯一比較需要注意就是 因為它ADV的一個設定 所以造成它的整個騎乘姿勢是比較挺 比較高一點 那麼你在放腳的時候呢 可能就是要特別注意 重量上不會是問題 可是車高上還是有一個落差在 所以你在放腳的時候 以我騎這台車啊 我的身高170了 我都是放單腳 會比較好一點 除此之外呢 它的整個油箱的形狀 人體工學 我覺得都是相當不錯 而且 因為它的把手夠寬啊 所以你在騎乘上你就覺得 欸 這個感覺 視野就是很寬闊 那你手呢 握著這個把 你再轉打 像我現在閃這台車 好 加速 它的整個騎乘感啊 是很輕鬆的 好了 在Lessence 又害後面的所有人 再多等了一個紅燈 那趁這個機會 順便跟大家分享 讓我們看到這個儀表板 真的非常漂亮 這個儀表板呢 大家可以看在這樣的一個大太陽底下 它的整個儀表的識別度 還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麼 它的儀表板 它這邊有一個快波鍵 你可以在那邊調整 它的chip 然後呢 它的一個狀態 你只要按下set之後呢 它雖然都是英文介面 但是你一定看得懂 因為它的這個介面 其實很好讀 Motocycle 點進去就可以調整它的 循跡 ABS 跟快排的系統 沒錯 這台車的電控配備 包含了進退檔的快排 我現在給大家試一下 一檔起步 2 3 4 好 我退檔 有沒有 它也是會自動補油的 所以說 這台車啊 以一台 入門級距 在KT他們定位 這台算是入門的ADV車款 雨量級ADV車款 雨量級ADV車款 它竟然就有這樣完整的電控配備 真的是讓人非常的吃驚跟訝異 以目前啊 在試於騎乘 這台ADV 我的懸吊設定都沒有調整的情況之下呢 它給我的路感回饋 是相當的不錯 我的體重 目前加上攝影裝備啊 大約是落在100公斤左右 那麼 它在壓過坑洞的這個感覺呢 是非常綿的 很Q很綿 但是它不會彈 有些車子它在市區呢 你壓過這個坑洞啊 它可能會彈 或是會有餘症 可是這一台 它沒有 它原本的這個初始設定懸吊啊 我覺得調整的 就算是相當的不錯了 喔 在市區用五檔這樣拉 還拉得起來耶 這個單剛它的扭力 還蠻好叫的 那麼接著我們準備上 環東大道來幫大家體驗一下 這台車跑高架的一個感覺 現在我在四檔 上環東大道之後呢 現在時速60 轉速大概是4500轉 五檔 六檔 390 ADVI 它雖然前面有一個小小擋風鏡 不過這擋風鏡它的 綠風效果看起來是非常有限的 人呢基本上 還是在我的整個 腹部的上圍開始就會有明顯的 撞風 但是因為這台車真的很輕巧 所以騎乘在這種高架上面啊 再加上它的這個懸吊 的設定 我真的好喜歡 這組WP的懸吊 騎乘起來好討喜喔 哇這樣騎乘起來 真的好愜意的感覺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現在是在六檔 時速大概80 80多在巡航的時候啊 它的轉速大概就落在 四千四四千五左右 我現在把它拉上 四千五百轉 它就可以用 九十公里的速度 在很悠閒的巡航了 而且也不會說 你再加速的反應 它很疲軟 它的再加速 會有順順上去的這種感受 它不會就是整個 軟趴趴的 好 那我在這邊 做個 退檔 把它這快排補油補得很積極 來走 加速到120都還是蠻綿密的 它的整個加速感受啊 在高轉的這個爆發感覺 算沒有像RC390來的這麼的順 這麼的暢快 但是 它並不會給你那一種 它的動力沒有的感覺 它還是很綿密很盡責的幫你推上了 6檔然後推上了120 可是比起這個啊 我覺得 順順騎好像才是這台車 它本來應該有的一個感覺 這樣子順順騎在環東大道上 看著外面的風景 我覺得 好舒服 我很期待等一下在山路 跟一些輕off-road路面的一個表現 等一下呢 我們再下閘道來幫它體驗一下 那整體來講 現在有壓過這種橋的伸縮縫啊等等的 在時速大概80公里以後 你才會感覺到它這一組懸吊 它會有一點點那種 ADV車款會有的搖晃感受 但是 除此之外呢 你在一般道路騎乘 以我現在原廠的這個預設值來講啊 我覺得就已經蠻符合我的一個使用需求了 OK 現在呢 我們已經從內湖騎到大隻這邊 我們準備要往士林區去 那麼剛剛一路騎過來啊 在紅燈的時候 風扇其實就已經在轉了 許多車他們都說 在Duke或是RC上面 他們的風扇散熱的溫度啊 都還蠻高的 那麼在390 ADV上面 在這方面呢 它的整個散熱跟水路熊 都有做一個改進跟改正 散熱風扇呢 也增加到兩顆 剛剛我在停紅運動的時候 風扇有轉 我覺得風扇在打起來的時候啊 基本上 像現在風扇其實還是有在轉的 因為我可以聽到風扇的這個馬達聲 你車子只要有在移動 有在前進 速度不用快 40公里 50公里 其實這個熱被帶走的速度是很快的 但是呢 如果說今天你在停紅綠燈 完全靜止的這個狀態來講的話呢 你的這個風扇啊 會讓你感受到熱度 真的比較像是 就是500CC 600CC左右車子的那種感覺吧 它的風扇出來的風啊 那個溫度 是比較偏熱一點點的 我覺得已經有點接近我的小六仔 它是介於 R3到小六仔之間的這個熱度吧 但是我覺得這整體來講是可以接受的 那麼現在我在自強隧道裡面 大家有沒有發現這個儀表板它變顏色了 它這個儀表板啊非常的聰明 它會有自動的光感應 那麼它只要進入到隧道呢 它就會自動變成另外一個黑色的高反差界面 判讀效果一樣是非常好 然後呢它的整個儀表的整個顏色界面啊 還是會讓你覺得非常的清晰 非常舒服 另外就是它的 這全部的把手啊 其實都是會發光的 所以說 我非常非常愛KTN的這個設計 就對於我們這種 騎士而言呢 在晚上你要找一些開關空間的時候 一眼就可以看到 算是一個非常方便貼心 而且是我超愛的小功能 OK 現在呢 我們來到了07哥他的地盤 這是在故宮的後山 這條路呢叫做平津街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的路幅啊 其實不大 而且它很多這種小小的 中和型很刁鑽的髮夾彎 剛來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已經在這邊拍了動態 然後有騎過幾趟了 那麼等一下呢 我們就直接上路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台390ADV在山路上的表現如何 而且我真的覺得啊 這條平津街 真的是很適合這台390ADV發揮的地方 其實剛在上來之前呢 我們有騎過底下自山路 其實也有蠻多車友 他們會在那邊測試試線道的一個山道表現 但是 我覺得比起自山路呢 這一條路 才是這台390ADV 它真正適合拿手的地方 OK 不多說 上路吧 為什麼我會說 這條平津街才是適合這台390ADV發揮的地方呢 因為 這台390ADV啊 它是單缸 然後呢 是一台車重不過170公斤左右的一個雨量級ADV車款 那麼 在搭配上 它原本就配了一組相當不錯的WP全可條的避震 在這條山路啊 基本上 你看喔 二檔 好切進去 然後 它的Vibrary的煞車卡鉗呢 也可以適時發揮一個很不錯的自動反應 在這樣的一個表現之下呢 雖然說你不能說它是運動化的車款 但是 你可以說它非常非常的協調 在這種極下坡的髮夾彎裡面呢 這台車並不會讓你有以前這種ADV車款啊 通常都會有的那種搖擺感受 你只要在一個合適的範圍去抄架它呢 這台車它可以給你的操控表現啊 都相當的不錯 剛在拍動態的時候呢 這條山路我們至少已經騎了三四趟了 真的覺得非常的有樂趣 非常的好玩 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邊帶進去 油門出去 四檔 然後呢 退檔補油 這是快排的退檔 煞車 然後準備退二 再進一個右彎 有沒有這台車跑這種山路真的是 刁磚好玩 整條山路這樣跑起來啊 我跟林奇格覺得 跑起來這個山路啊 對於在390ADV來講 最大敗比是什麼 最大敗比就是說 它的快排啊 在跑山路的時候反而不好用 這個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呢我們剛剛來回測試了至少三趟這條山路呢 這個快排啊 它在騎乘的時候 它都有個很大的生硬感受 右邊這個髮夾彎高低差很大 一樣 前差後差都很悠油的就沉下去應付過去了 像我現在3檔好 退二 它這退下去的感覺就是比較生硬 那現在二進三 你看喔我進快排 它就砰一聲 它不是連貫那樣勃勃勃勃 它是會有一個斷差感的 所以說 你在山道上如果說你今天 跑的節奏是 不管是悠油還是比較緊繃的節奏啊 你都會覺得這個快排好像就是 斷了一口氣的感覺 它沒辦法讓你有一個連貫的加速表現 像現在 左彎連退兩檔 你看我用手推就退得很順 可是如果今天我再把它打到四檔 好 一樣右啊連退兩檔 有沒有 我用快排退 它後面還有稍微鎖死了一下 所以說它這個進退快排啊 我覺得在山道上騎乘起來呢 不是這麼的合適 山道上我基本上建議大家用手動的模式 接著我們來到上坡 在390的單缸大扭力 有沒有 爬山的時候呢 這個轉速拉過6000轉 5000轉的時候 這個 哇 扭力來得實在飽滿 然後你再帶進去 享受它這個 WP前叉的 這一種壓縮回彈 都可以給你十足安定感的這個感受啊 它這個前叉 這一組前叉我真的是好喜歡 你在 我先享受一下 來 看清楚 好 退一 來你看你在壓這種右彎的時候 就算你速度壓得很低呢 然後你在整個車頭探下去的時候 它的這個WP的前後懸吊 還是可以把它 控制得很好 像現在我晚點進彎煞車點 出去 它的這個前避震啊 它不會說軟 也不會說沉 它就是壓下去之後 很平穩的告訴你說 欸我已經沉得差不多 那麼 你就丟進去 丟進完之後 它的前叉在伸長的時候呢 也不會說馬上就伸長到底 它這個壓縮跟回彈 你只要調的好的話 剛剛我們只有稍微做一點點調整 你只要稍微調整一下的話呢 基本上 你在這種山道啊 小山路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節奏 都可以跑得很悠悠 跑得很好玩 跑得很有樂趣 這是以往我在ADV車款上面 找不到的一個樂趣感受 像現在一個 右髮夾上去 你看 好準備 循跡介入有沒有 但是它循跡介入的時候 它會感受你在車 它的油門的開度 如果說你是油門突然大罐 它覺得 車子可能會孤輪會失控 它的姿態已感受到之後呢 它的那個3D姿態感受到 它就會幫你收油門 可是如果是像剛剛那種 抹出彎是油門漫補 它覺得動力好像有點多 但是又不至於 孤的時候呢 它就會 給你適當的循跡輔助 但是它不會讓你有斷一口氣的感覺 所以 這台車它的整個 電控的 介入表現啊 雖然說這台車沒有INU 但是它 靠著它車上本身的一些感測Sensor 它還是可以做到一個 很不錯的電控介入反應 你看這個爬坡 所以說 哇 力道來得快 在這種小山路啊 你騎 大排氣量的ADV車 你在這邊跑 你反而會覺得好像有點伸展不開 可是 騎390這種雨量級的ADV呢 跑在這種山路上 真的就是 好玩跟享受 尤其是你在這種小山路騎乘呢 這種 法夾灣 高低差大地方 騎這台車 它的這種 輕巧感 讓你在迴旋的時候呢 你不會覺得你的 黃夏是非常笨重 非常不好回的 那麼在這種 長直線的爬坡 它的單缸動力優勢 又可以好好的 完整發揮 真的是跑起來 樂趣很豐富 再配上 整個車子的體質 非常的協調 我在強調一次 是協調 並不是運動化 而是協調 這種協調的表現呢 它不會讓你變得飛快 但是它可以讓你在山路上 跑起來很有自信 而且會讓你覺得 自己技術 好像變好了 車子 就是很聽你的話 這真的是一台 很好玩的車子 你看時速表啊 你都覺得自己 其實速度好像 還好還好 可是 你就覺得 人車互動的感覺 真的是非常的不錯 這台車啊 在山路上 你只要把它的一個 懸吊設定做好 你的壓伸回調 就是壓縮跟回調 你調整好 做好的話呢 這台車 你在跑山路的時候 就非常的好玩了 然後呢 在這樣的動力搭配一下 再跟這樣的 自動表現 配合直下 整台車的這個協調性 基本上你不用改了 除非 你要騎那種很暴力的 戰鬥化騎乘 但是 那你也不會買在ADV 那你應該會去找 阿西或是找Duke 那麼 快排的部分啊 像現在 我在這種平路騎乘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喔 來 2 3 4 好 退山 它的快排在這種平路上面騎乘啊 基本上斷差感還有 但是你不會覺得到那麼的不舒服 到那麼圖 或是說像山路一樣 你再需要連貫性的話 給你斷了一口氣 所以這組快排呢 我建議大家還是在平路 或是快速道路來使用就好了 山道上使用這組快排的順暢性 真的不是這麼的好 OK 那麼在經過今天一整天的體驗騎乘之後呢 我們先從市區接著再到高架 然後再到山路 那麼剛剛我們在拍完山路之後呢 又去吃個飯 接著走市區高架 來到最後這個水牛坑 等一下呢 我們就去體驗一下 在ADV 390ADV 它在這個 輕度off floor的這個路況呢 它騎乘起來感覺怎麼樣 表現怎麼樣 懸吊調整之後呢 它騎乘起來會不會有所不同呢 等一下我們就下去體驗看看 當然呢 我的技術不好 然後我也不是專業的 就是越野車打人之類 所以我不會體驗的太深 太激烈 畢竟這台車 如果什麼山長兩走的話 也是很麻煩要買單的 OK 等一下呢我們就先去體驗 體驗完之後呢 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我的整個騎乘感受 跟我今天的一個騎乘心得 並且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這台車的外觀部分 好那現在呢 我們就先下去體驗吧 那麼在下去體驗off floor的性能之前呢 我覺得我要先把這個 升壓跟回彈我都先把它調 調個兩段好了 OK 好 那麼 走 我們在下去之前呢 我們現在騎一下這個土路 那麼今天因為沒有工具可以調 後面的避震 所以後面我就是 照他們給我的設定來騎 我們這種地方應該站著騎才對位吧 我體驗一下 他在這種 鋪裝破碎的這種柏油路面騎乘呢 其實 他的前懸吊呢 應付起來還是軟Q軟Q的 那我試試看這種 石頭顆粒比較 哇 壓下去 壓下去感覺 也蠻Q的耶 也蠻Q彈的 那麼在這邊呢 其實我的 ABS狀態 已經調成 off-road的模式了 另外 Trashing Control呢 我還是打開的 讓它可以介入來保護我 那我在這邊我們 喔 有沒有 我剛油門稍微開大一點 巡機馬上就介入了 但是如果他的 ABS模式呢 是在 off-road的狀態 他是允許你後面有個 滑擺的 就是 讓你的後面呢 是可以有點 越野打滑這種感覺 那我在這邊 油門再給多一點 有沒有 嗚呼 後面 他的後軸 在開始搖擺了 哈哈哈哈 哇 哈哈哈哈 欸他其實這個前懸吊 調軟之後 在這邊騎 其實沒有問題耶 它壓側我再把它調最軟好了 好 現在他的這個懸吊的壓 壓側我把它調最軟 哈哈 哇 這邊就有點不行了 這邊 高度落差太大 它騎腳 哇 它就很拚了 不行不行 這邊不行 如果是一般 鋪裝比較簡單的路面呢 倒是還可以 但是 對於這種 比較 破碎的地方啊 它就有點 有點吃力了 好 這邊可以嗎 I try GO 哇 可以耶 哈哈 哇 居然上得去 太厲害了 這是我第一次 這樣子 體驗一台 車 那也因為這台車是 電控全滿的390 ADV 我才敢這樣子騎 那麼我們來 試試看這個 感覺是 比較軟的土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其實你騎熟了之後 雖然會覺得 它這個懸吊呢 還是比較 應付on road的路況 但是 你真的要它做一些 輕度的off road 它其實 is ok 完全沒問題的 那我們讓它走這邊好了 衝上去看看 你看 還好 剛剛滑了一下 群機應該有介入 我剛剛後輪有滑擺了一下 哇 它其實在跳的時候呢 它的後面的避震器 其實作動也是很頻繁 它也會一直在不斷 不斷的再給你一個 比較大的成餘量 雖然你沒有去調它 但是它沉了那個幅度 你可以感覺到有變大 我覺得這台車 你騎著它 它有電空在那邊守護你 你騎起來會有一個信心 覺得說 欸 這個路好像可以去挑戰看看 的那種感覺 雖然說你知道它只能做一點 比較簡單的輕度off road ready go 呼 哇 上起來耶 哈哈 好可怕喔 可是我很怕 車子倒掉 好這邊 慢慢下 喔 喔 哈哈哈哈 這是我第一次體驗這種 黃牌雨量級的ADV車款 那麼也是我第一次 把車起來水牛坑這樣子玩 我只能說這台車它給我的 印象啊 非常的深刻也非常的好玩 好那現在我回去看看 OK回來了 一下就爬完了 它這個距離高夠高 所以我可以這樣子玩 OK 那麼呢在剛剛經過我們 下去這水牛坑越野場地 經過了一番 簡單的off road體驗之後呢 雖然說這個場地啊 對很多車友來講 都是小菜一點熱身的場地 但是對我這個越野菜機 甚至我是第一次真的騎這ADV車款 下去這種場地體驗的人來講呢 我會覺得哇 好刺激這種感覺真的很不同 把我的越野文藝激發起來了 那在今天呢 一整天的騎乘下來 其實我們的行駛里程 已經超過100公里 在這100多公里的體驗下來呢 我跟林奇哥都有騎到這一台車 那麼我對這台車在市區高架山路 還有整個越野場地的一個表現呢 我覺得只有兩個字可以形容在 它就是均衡 這台390ADV呢 是我最近啊 很少數騎到 基本上你騎到 你想不出來到底要改什麼東西的車子 因為呢 你說煞車 它有buyberry的一個對視卡鉗 基本上煞車力道夠用 而且呢它咬得住 停得住 那麼你說懸吊 它的懸吊 在我今天拿到車的時候 它的設定啊 其實就已經我覺得OK夠用 在onroad路面夠用 那麼剛剛在下去offroad的時候呢 我把懸吊 前面的懸吊全部都調軟了 下去騎呢 我覺得也足福使用 除非你在比較大的跳動 你才會感覺到說 欸這台車好像真的還是不行 它行程還是不夠 可能真的要重度 或是純種的越野車 來這邊玩才可以 可是呢 你在一般的情形之下 你騎這一台ADV下去玩 基本上這種路面 這種坡 它都可以滿足你 對這台390呢 在onroad上 在一般騎乘上來 我覺得有什麼 需要改進的地方呢 我覺得第一個 就是它的座高 那麼今天呢 我們今天不用 單眼不用這麼困難 因為今天07哥陪我出來 所以說 大家可以實際看 今天我們在 404區騎乘的時候呢 放腳的情況 07哥它的身高是168公分 它基本上雙腳放的話 要墊腳在四區騎乘的時候 那麼一般我們在 一個人這樣子 正常騎乘的時候 放單腳的話 是沒有問題 但是放雙腳就有一個難度 我覺得這也是這台車 你在入手的時候最大的一個門檻 可是 撇出這門檻之後呢 這台車 它的車重 非常的輕巧 一整個車子的皇下重量 減重做得非常的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整個輪框啊 它這邊的這個輪骨 它都有做一個輕量化的樓空 那麼它的搖背 KT這個搖背的造型 我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喜歡的 再來就是 它雖然呢 它不是一個多連桿的後避震 但是它這個鋼鼓車架 再加上這個後避震的鎖點設計 讓它在整個騎乘起來 它的剛性表現也是非常好 在ONROD上面騎乘呢 我覺得我比較頗有維持的 就是它的快排系統 還有就是今天這台車啊 我們在體驗西濱 剛剛我們一路上 從64到西濱來的時候 在西濱上面 這台車它的整個引擎的延伸 表現都讓我印象蠻深刻的 因為呢 它從時速100巡航的時候呢 你加速到130 140 甚至超過140到150這個階段呢 這台車都是沒有問題 它的延伸性都是夠的 這是讓我比較意外 因為這台車是單缸車 以往我對於這種300級距的單缸車 它的延伸感 我大概覺得大概到130左右 就差不多 但是這台車呢 它可以一直延伸到140 150 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麼我的體重呢 還是這麼的重 所以說 對於這台車的這顆引擎的調教 我覺得 KTM成功的有 把這顆390主機的引擎 調出三種不同的風格 那麼 騎乘完390 ADV之後呢 我也算是 體驗完390家族的大滿貫了 從RC390 390 Duke 到這一台ADV 全部都體驗過 今天我體驗到這台ADV之後呢 我覺得 這可能反而是適合 大概80%左右的騎士 就是它所需要擁有的一台車 因為呢 它該給你的 都給你的 然後呢 它的均衡性也非常的夠 它的電控也非常的滿 今天我們在體驗的時候 它的整個循跡的介入呢 你除非是用力大罐油門 這種很錯誤的操作方法 它才會一瞬間把你拉回來 不然的話 你騎乘上呢 你基本上 它的循跡會給你一點點玩的空間 這時候比較意外的地方 就是它的循跡會介入 會閃燈 但是你會感覺到 它允許你這樣子玩一下 它不會一下就說 我循跡介入就是馬上把你扯回來 把你拉回來 好那接著呢 我來講一下大家最關鍵的 就是散熱的部分 這台車的散熱 好不好呢 我覺得 以它的熱度來講 基本上你把它當成 五六百吸血的車子來看好了 雖然說這一代的這個 390 ADV 它在水箱有加大 風扇也變成兩顆了 但是呢 我覺得它風扇 打的這個頻率還蠻高的 我們在一個相對環境 比較多廢棄的狀況之下 車子又排熱的話 你就覺得真的是蠻悶熱的 這個熱度啊 因為它是兩個風扇 直接對著你的腳吹 所以說 它整個吹起來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到很明顯的 風都是在你的腿上面 那它又是吹得很輕 基本上是 每個路口它都在吹 所以說 水溫算是壓住了 但是就變成說 騎士的腿部啊 都是一直在受到熱風的吹息 以溫控的角度來看呢 它一直把水溫壓在一個 合理的範圍之內 這樣的一個散熱方式 也沒有什麼不妥的 就變成說 KTM要想的是 如何把這個風扇的風啊 給導熱 導到下面去 或是不要直接 吹到騎士的腿部來 那除此之外呢 這台車還有什麼是 我覺得它應該要 改善的地方呢 就是 這些電線 當然我們看到 它這個接頭 好像就是用一個 實力孔連上去 把這電源線連上去 但你看到這個線啊 整起來就是感覺 這邊線就是有點雜亂 看起來就是有點 看起來有點雜亂 沒有整得很漂亮的感覺 那麼這個其實 也算是一個小地方啦 這是我自己觀察到的小地方 除此之外呢 這台車其實你看到它的焦料啊 這些表面上的焦料 它處理我覺得都還算不錯 以整體而言呢 今天騎穿完這台車啊 我真的覺得 這台車帶給我的感受上 也是蠻豐富的 因為它不像一般on road的車款 它的體驗會比較自視化 它可以帶你去很多 尋優探秘的一些路線 那這也是在390 我覺得它帶給你最大的一個樂趣 因為有些地方你可能騎 比較大型的ADV車款 或是紅排的ADV車款呢 你要騎進去可能還是有點難度 但是這種雨量級ADV 在騎乘起來 你的壓力不會那麼大 然後呢 它的車重也輕 你要上到一些 比較小路密集的時候呢 這台車 它就會相對來講比較輕鬆 喔對了 那麼在最後的還車之前呢 我還有三個小地方 忘記跟大家分享到了 首先呢就是 這台車啊 它的空檔不好找 你看 像現在 你看 你看又回到1了 這台車它的空檔啊 今天在騎乘的時候 這100多公里裡面 有半數的紅綠燈 差不多這樣 1、2、1、2、N 等一下 欸 好等一下 欸 跳過去 反正今天的紅綠燈啊 你看 好找到了 好綠燈了 今天的 多數紅綠燈 都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度過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台車 它的機油可能要換還是怎麼樣 它的1、2、1、2 就是很難找到N檔 那麼還有一個呢 就是像現在我在市區好三檔 油門加 油門再加下去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感覺到它的引擎 力道來的很快很順暢 但是呢 這台車 它的整個動力啊 它的引擎的震動感 跟動力是成正比的 也就是說呢 跟同級巨的單缸車款比起來啊 這台車它的這顆引擎 相對來講還是比較大的震動 還是有比較大的震動 它這個震動呢 算是比較偏向大大的那種 共振感覺吧 所以我覺得在它的引擎 制震表現方面呢 在代數的時候 你摸著把手啊 也是可以很明顯感到它這個 單缸引擎的鼓動感 那麼最後一個啊 要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發現了一個小小地方 就是這台車 它雖然電控蠻窄 然後也有許多貼心的配備 甚至呢 像現在已經進入夜晚了 大家看這個 儀表上面 把手上面的這個燈啊 都會發光 這一顆很漂亮的儀表板 再加上這些會發光的把手按鈕 看了算是很舒服很貼心也很文心 但是這台車在這邊有空格 然後呢 它不是大燈開關 它也沒有任何的東西 它就是一個空白鍵 然後 沒有警示燈 我覺得這個地方 應該把它變成一個警示燈的開關 因為今天這台車 它有遠燈、近燈、方向燈、拍照燈 但是就是沒有雙黃警示燈 所以像今天我們在拍攝的時候啊 如果我要在路邊等林七哥 或是說我們要再做一些調整的時候呢 沒有雙黃燈就是感覺不方便 以這台車的同級競爭對手而言呢 基本上它們都有雙黃警示燈的配置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KTM的總代 也可以去要求一下 看能不能在這邊配個警示燈 給台灣的消費者造福一下大家 哇哦!學長你要幹嘛 那麼 除此之外呢 今天這台車的整個體驗呢 都讓我非常非常的開心 而且真的覺得這台車是一台 騎乘起來很均衡的一台好車 那麼 現在要去還車了 還有一點點依依不捨 雖然說安東他們今天的安排啊 是可以讓我取用這台車來拍攝兩天的 但是 我的行程上 明天可能還有一點事情 因此呢 我就是決定今天晚上把車給還回去 等一下我再搭火車回桃園 OK 那麼這一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好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